畢業生齊居一堂還請畢業 他們都是臺中科大空中進修學院的學生 因為工作上需求或自己想要再度進修 利用放假或閒暇之餘 努力向學 現在有了成果 歡慶畢業 校長也到場一一入賀 對於目前少子化衝擊學生術 可能越來越少 校長也已經有了初步規劃 校長期盼未來設立碩士班後 能夠吸引更多畢業的學生 再次進修 透過電視廣播的多元化教學 協助他們取得更高學歷 在職場上不論是應用或升遷 都有一定幫助 而是前五連 趙英光 吳一哲台中報導